大家好,欢迎来到怪谈百物与周日党,我是周日党主播,妥仙人 我这还有900多节其他的短篇连异故事等你来听 搜索妥仙人鬼故事就可以听到了,感谢各位的光临 好的,那么咱们开始说今天的故事 今天呢,咱们说一说一位网友讲述的他在部队的亲身见闻 这件事情是他的老班长说的 据他说可信度很高,就是两个人呢,面对面聊天时,他老班长给他讲述的 接下来呢,我尽量还原一下当时两个人的完整对话 老班长是这么说的 哎呀,当时我在自己老部队当一级使官呢 有年呢,新兵入伍,就派我上新兵连当班长去了 结果在这新兵连,这事就出现了 哎,我跟你说啊,那年新兵是两个地方招的 一部分是江西招的,另一部分是东三省的 东北兵不好带,那脾气大了呢 出事这新兵呢,就是隔壁班啊,一个东北的 你当兵你知道,那个新兵入伍啊,第一件事就得剃头 咱部队最忌讳个性,那只要当兵必须剃头,剃成秃子 当时大伙都剃了 还有件事就是把那个个人的这个什么个人物品都上交了 反正每个人呢,除了自己身上原装零件不能交之外 剩下的全交,吃穿住用都一样 反正这你都经历过啊,我就不用多说了 就是不能搞特殊化呀 什么首饰啊,护身服啊,不能戴 切割儿,这新兵一入伍,第三天 隔壁班长就听说了,就看见了 就看这东北新兵,嘿,挂了一个挂阵 反正是事后我听说的,这挂阵啥样我不知道 反正据说这形状挺奇特的,好像是自己做的似的 那能行吗,这纪律第一啊 当时那新兵班长啊,把这新兵就骂了一顿 就让他把挂阵摘了 这新兵是东北人,他脾气大 他也跟班长对话 他说,那不行,这是俺爸让我带的 俺爸让我就那么带着,不能摘 俺从小带着,俺爸从小就不让你摘 哈,当时新兵班长就活了 说你他妈来当兵的,你他妈听我的,听你爸的呀 啊,上面一伸手,就拽着吊阵 下边呱就来一脚,上面一拽,下边一踹,这吊阵就扯下来了 这新兵当时还想支那毛呢 但一瞅那班长的架势,不敢了 啊,也没说啥,不敢说啥 在部队你是听,听班长的,听你爸的 踩部队呢,上级命令比亲爹好使 这么着,这挂阵就扯下来了 结果你猜怎么着 当天晚上出事了 怎么事呢 当天晚上,我就组织完班里新兵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室内体能训练 啊,洗漱完了,检查完了 他们把外衣一脱,就睡觉 哎,脱外衣直接睡,这都我教他们的 因为什么,这晚上有紧急集合 你集合号一吹,你这光着呢 你出不去,是吧 哎,这帮小子,外衣脱了 上床睡觉 大概就是十一点左右吧 我就听外头有人抄手 还喊什么 过来,过来,摁住了,哎呀,我的妈呀 哎,就跟打起来似的 我这边新兵就想出去 我说你们待着 你们躺着别动 没命令,别起来 我就自己啊,穿衣服 出去看看啥事 刚到那宿舍大厅就看见 那些警卫廉的人啊 呼啦呼啦往院里跑 还有几个那个新兵班长也是 一边套衣服,一边跑 我就问,我说咋了,咋了 啥事啊 有一新兵班长就说 说坏了 大压他班,跑了一新兵 啊 我刚才忘说了 那个,那个东北人他班长 就叫大压 我一听 这都是一届的兵嘛 是吧 都是新兵连的事 那我得管呢 我就跟着 跑到门口一看 我操 你猜咋的 五六个人在那 打成一片了 有那个警卫连的 有那新兵连的班长 好家伙 中间呢 就围着一个新兵 这新兵穿着线衣线裤啊 秋衣袖裤 也没穿正经衣服啊 因为啥 新兵得剃头啊 剃的秃子 一眼就看出来了 肯定是新兵 那新兵啊 简直就是武林高手 一个人打好几个啊 一脚踹过去 人就踹飞了 飞出两米远 窝了个去 窝在部队干这么些年啊 就见过一个两个 有这身手的 这新兵好家伙 逛逛 一个人打好几个 我当时跑到边上一看 那个门口卫兵 有一个都打倒了 起不来了 另一个呢 我是肚子在地上 在蹲着呢 当时跟我一起出来的 还有七八个 一看也跟着上去了 我一边挖一边上去 过去打去 我他妈刚过去啊 这新兵就抱着一人 一轮无物就抡过来了 呱一下 我砸那了 好 这他妈拿人打人 我他妈头一次见着 我我刚才趴地上 我就看那新兵 哎 基本上啊 一拳一个 一脚一个 胳膊肘子一嘴又一个 基本上上去人 一下子就撂倒 而且这小子 最厉害什么 打人不看人 哎 就一直看前面 脖子不带歪的 哎 你看那个 那个武侠片里头 什么大侠 装逼那大侠是吧 不看人 就猛打 这小子就是 他脖子不带歪的 哎 过来人看都不看 光一脚撂倒 光一圈撂倒 我他妈一看 我说你他妈是 真以为自己大侠呀 我就这么不信了我 当时我瞅准机会啊 一个柱跑 一个飞踹 我呱 整踹他腰上 哎 一下子就把他踹倒了 当时的前面还有人呢 他往前一扑 这人也扑倒了 边上一看倒了 赶紧上去把他摁上 我也上去了 我一手按的肩膀 一手掐着脖子 就在摁地上 一上手 哎 就感觉不对 咋的 这小子脖子 硬的 哎 摁的手上就跟他 摁到那个汽车轮胎上似的 我怎么这么大劲 六七个人 愣是摁不住 后来呢 又上了好几个 一起压 一起摁 好 后来那边又出了好几个 有一个警卫连连长 就带着一背包绳出来了 这绳子最结实 大伙七手八脚 把这小子给绑上了 这绑这过程就费了劲了 好几次都震开了 七手八脚啊 真是七手八脚 不止七手八脚 你知道吗 一堆人呢 费了九经二胡之力 把这小子算制服了 绑上以后 好像是老实点了 后来那个战备值班的干事 还有两个连长也过来了 说咋的 怎么办 得了 抬到禁闭室去吧 怎么废得抬呢 腿都绑上了 走不动了 就算抬起来 他也是一个劲扭成 不过还能控制 从开始到结束 这小子 他们一句话没说 你甭管问他啥 他可没听见似的 再后来啊 这个部队和地方武装部 就商量了一下 把他家属找来了 他爸是第三天到的 反正这三天呢 就是绑着 也没吃饭 就喝点水 问他 他也不说 他爸第三天一来 第一眼看见儿子就说 哎 我儿子脖子上带你东西呢 哎 就脖子上这掉坠的事 这掉坠就是大牙知道 啊 当时大牙不在 大牙胳膊骨折了 去治骨折去了 所以他爸一问 说东西呢 没人知道 完了他爸就说 说自己啊 在东北那边 是干啥 干啥 请仙之类的 啊 说是 以前得罪东西了 反正啥东西 他也没说 就是有东西 那东西啊 奈何不了他 但是呢 能护卫他孩子 所以说 从小他儿子 就带这么一个 一个啥东西 我也不知道啊 就是不能摘啊 说本来想把孩子送部队 反正他说这部队 什么阳气重煞气重啊 在这待几年 能有好处 没成想 刚来就出事了 后来找大牙吧 大牙把那护身符拿出来 给这小子一戴上 好了 马上就恢复理智了 反正再后来吧 他爸把他领走了 跟上面就说 他儿子有养脚风 抽风 部队武装部就协商呗 就算他儿子 当过一年的预备役 就是这么个事 给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那大侠 打架那样 我后来就想 这要是研究研究 把每个人都让他附身一下 那谁能打过呀 是吧 那就不用训练了 咱就不懂 不知道怎么让他附身 这要真能研究出来哈 那就成了 是什么 这要弄一连队 全这样的 那都是大侠 是吧 谁也挡不住 哎呀 这事太神奇了 好 这就是网友听老湾长讲的故事 搜索拓先人鬼故事 收听我更多节目 那么本期的怪谈百物与周日党 就到此结束了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待 现在传场上 是ɡ 三号 机装 基本…… 咱们下付 即 咱们下足 走了